我們上次來關心到 名將總統參選的賴清德 在今天他的全國禁總是開箱了 而總統蔡英文 他也親自的到場來暫銷 兩個人是一起逛了整個禁總 還在球棒上親筆寫上簽名 也許下明年2024的願望 只是說賴清德進來 也不斷的被民眾黨的黨主席 也是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只說這個有拉他到小房間 另外同時也有提到 這個坐椅子的事件 在今天賴清德是再度澄清 我們一起來聽 公開傳播不是事實的消息 已經很多年了 我都沒有澄清也沒有說明 所以那一天是因為記者問我 用他編造過的劇情來問我 所以我才還原整個事實 我並沒有不高興或者是生氣 如果他沒有辦法清楚說明 那他就應該要表達歉意 或者是應該要有誠意去澄清說明 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結果他不僅沒有這樣子 又另外製造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說我把他數次拉進小房間 沒有這個事情 好可以聽到賴清德是再度的強調說 這些事情在他印象都是沒有的 所以呢要柯文哲 應該如果沒有拿出相關的證據的話 就要來表達歉意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記得下載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